來 大家歡迎收看小明星 全超人最強之奶喔 那今天在開始影片之前呢 這邊有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開心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也就是我們超市這邊的話 基本上都會有一些就是那個 卡片區嘛 對不對 那卡片區這邊的話 基本上會有一些裝備 那這一次的話呢 好不好 大家看到我們裝備這邊 居然是有一個金武啦 好不好 這邊的話我們有一個這個劍克披風的橘武 但是基本上是要花900的鑽石啦 但是我相信大家應該都還是會花下去吧 畢竟也要拿我們這個橘武的話 算是一個 還蠻可遇而不可求的啦 所以這個大概也要給他買下去啦 對不對 那 問題來說它是隨機的那個就是效果啦 所以希望可以開到就是加攻擊 或是加生命的這種效果 應該會比較好 那加防禦的話可能就會比較稍微... 爛一點點好不好 不過我們就要看一下這個 劍克披風卓越的到底能夠開到什麼東西 攻擊再加速度的 這個好像還不錯喔 這個還不錯 因為目前來說其實我們整體來說 你要打一些就是PVP競技場來說的話 你的速度一定要比別人快 那如果這邊再加上我們攻擊的話 基本上應該還算是蠻厲害的這樣感覺喔 那 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可以裝誰喔 剛好可以裝到我們金屬騎士身上 所以金屬騎士這邊的話 我們... 嘿嘿... 剛好我們最近就是要讓我們金屬騎士變移速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把他裝到這邊 然後讓他攻擊速度變50 來看一下這邊佈陣喔 這邊King還是移速啦 所以King的這個速度的話 可能要把他拔掉一下 看一下他能夠變什麼 因為King之前的話 我們就是所有都塞我們的速度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換掉了 因為可以讓他就是第二個開 或是我們第一個開這樣感覺 那目前來說的話 King的話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穿上什麼裝備 會比較好一點點的 應該是穿騎士套裝吧 所以我們來重新幫他配一下速度喔 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要讓King的速度 也可以在一個就是我們就是 呃... 金屬騎士的後面的那種感覺吧 所以這邊加他的攻擊力 或是這個生命加速度先換上去好了 然後加40嘛 對不對 加40的話現在速度是在 那個殭屍男的後面 在我們深海王的後面 所以還要再幫他加更多一點點 昨天就已經讓他幫他們配速啦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先來試試看 而且剛好有讓我們那個金屬騎士 抽到那個好不好 抽到我們劍客套裝真的是還蠻爽的喔 那這邊再幫他加一點速度好了 這邊有嗎 這邊是攻擊加生命 那還有一個防禦加速度 那就先幫他加這個攻擊加生命好了 然後再來下一個是 呃...生命加攻擊也沒有加速度了 所以再繼續生命加攻擊吧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就是我們的 有沒有速度 生命加速度 攻擊加生命 攻擊加生命 好像沒有攻擊加速度 蠻可惜 那就那個生命加速度吧 這樣子應該速度還蠻快的喔 好 變二速了 所以目前來說這個算是我們目前來說一個比較完美的東西 因為你金屬騎士開大玩下去之後 再讓我們那個King來炸一下 應該就可以讓大家看到就是大家所說的就是 還蠻厲害的一個東西這樣感覺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升級一下這個 基本上 我的那個就是局武啦 就是局裝我都會幫他們升到一個就是 最高階的狀態 因為他已經裝備最高階就是我們的局裝了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他們升到最高就沒有問題 而且這個還是我們攻擊再加上速度 這完全沒有問題好不好 直接升到一個滿點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說大概就是局裝的話 其實我運氣都還算不錯 都是抽到生命加 就是這邊的話坦克都是抽到生命加速度啦 就還蠻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的話波羅斯還有一個那個 生命加速度的東西 那現在獨角星這邊的話如果要打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把他跟那個就是波羅斯做一波調換 不過加50的話這邊會不會直接超過我們那個 超過金屬騎士我就不知道了 希望不會啦 好 這邊還是沒事喔 沒事 所以很OK 然後這邊我們這套套裝 快要可以抽一個那個金屬的 就是完全那個就是那個局武的那個卓越的套裝 感覺還算不錯 其實我覺得裝備來說的話 當然目前我們就這樣搭啦 那金屬騎士的話我這邊是搭配的是我們劍克的套裝 那如果大家還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 那殭屍蘭這邊我們是帶了這個野性套裝 那深海王這邊是野性套裝 然後有加一點點的速度 然後這邊也帶的是我們西裝 然後我們這邊獨角星也是帶的西裝 那KID這邊的話我覺得騎士應該不錯 因為他每多攻擊到一名敵人的話 對目標追加10%的額外傷害最多三成啦 所以應該 應該還行吧 好不好 應該還行啦 所以就這麼一回事啦 所以今天剛好有一個運氣好欸 直接在卡片機這邊遇到我們劍克的披風 而且直接買下來是變成我們的攻擊加 加速度的喔 這個是爽到一個歪頭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來挑戰一下 我們昨天的那個劇情關卡 那昨天劇情關卡的話 有一關基本上很難拿到我們的三星啦 那既然我們要打到 就是我們那個弟弟王的 夢境弟弟王模式好不好 這個稍微可能會比較強一點點 我們就看一下到底有沒有這個機會 好不好 把它給解決掉喔 來看一下 夢境弟弟王 欸 看一下威力如何 我們今天可是有備而來喔 已經把它全部都改成我們正規的那個就是 比較好的一個速度了 配速配好了 好 全部先打下去 然後接下來再接受我們的那個 King的制裁 這樣聽說會打得很痛啦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會有多痛好不好 感覺好像也是還行喔 也是他還行的感覺 那應該要先暈下面這隻啦 因為下面這隻的話 他有大招可以 他還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哇 先把他揍死好了 好像揍不死欸 爺爺可不行 爺 哇 不行 那我們要全體重鑽 酸死囉 好 這邊打獨角先 然後 還有沒有機會讓他額外爆開 格擋 哇 他要開大了 尷尬了 觸手 哇 這打得很痛喔 但是這邊的話直接死掉 然後我們這邊還是可以繼續補血 所以應該還算是還好 但是 弟弟王的話呢 好 果然是 沒有讓我們死亡 直接把那個 殭屍艾人給打爆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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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後面這個深海王 有點有點囂張 好不好 這這有點麻煩了 哇 深海王直接把我們後面那兩隻 去打爆欸 哇 這是尷尬的好不好 這真的尷尬的 那 目前來說我們要打 打的話有點麻煩了 哇 那King的位置 可能要改一下喔 可能那邊要換一下 爺爺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 哇尷尬了 先 先揍死昆布吧 哇 看來我們這邊可能要在 弟弟王這邊止步了喔 我覺得稍微有點 有點難了 來 流水岩水拳 打掉這兩隻了沒有問題 然後他開大招 直接揍爆他 沒問題 然後弟弟王的話應該會打到獨角先 然後待會的話應該會在那個吧 哇 全打的 哇 這個爆炸 哇 這有點麻煩喔 哇 直接打到那個金屬騎士 哇 狂潮猛攻 這殺會 為什麼 欸 不是啊 為什麼對面的角色都這麼帥 啊 我們的莫名其妙 哇 不行 我們這邊一定要 一定要先把這隻打死 然後才可以 要扣個奇遇老師啊 不然這邊會打不贏喔 這有點噁心了我覺得 但是薑司彈應該可以扛住啦 應該還好 先打死這隻 然後 殭屍男這邊應該會被打死 喔 打一爺 喔 好險 爺沒事 哇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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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可以 好險好險好險 喔 好險好險好險 但是我們這邊已經沒辦法打一個三星了耶 真的是有點困難 喔 這個 這個深海王那個 打下去真的是 蠻扯的好不好 直接爆開 這個要三星應該有點難 我們可能還是要再加強一下我們的角色這樣子 會比較好 太好了 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又打完一個關卡了 這是最後一張是不是 19 然後這邊要95等才可以開啟下一張啦 所以 目前來說我們已經打到就是我們現在等級可以拿的一個就是 關卡的那個極限了喔 那 目前來說應該是可以回去打一下我們的那個什麼 打一下我們的那個精英模式 因為精英模式的話其實也有蠻多資源可以拿 看一下哪邊 這個我們這個16張的這個精英模式還沒有打完喔 還沒有拿到完整的 而且 這邊前面還有很多關卡都還沒有讓他拿到三星 先打一下好了 目前來說我覺得剛剛最後一關那個就是 深海王的變身階段啦 跟那個 那個有點麻煩你知道嗎 那個 真的是有點疼喔 哇 這關怎麼這麼多沒有拿到三星啊 直接給快速通關看一下可不可以喔 目前來說我們這套隊伍應該都還算是蠻難死的 所以應該 不會那麼的困難 反正只要能夠不拿三星的 我們就直接手動來打一下 所以隊伍練起來的話應該就可以了 而且 精英模式關卡 你就是要先打完前面的精英模式關卡 或者累積更多的信息的話 你才可以開啟一些更後面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就是我們後面來說的話 就是哲平的戰力會比較低的原因 很有可能很多都是因為 我們還沒有開始就是打這個精英模式關卡 跟劇情關卡 因為這兩個東西 是相輔相成還算是蠻重要的喔 現在馬上都拿到三星 不講說應該都很OK喔 應該都很OK 畢竟我們已經打到第19張了 那 現在應該就是95張 95等才可以再開啟下一張啦 所以等級的話還是要 再升到蠻高的 大家現在應該都還是打到第19張而已吧對不對 有沒有已經打到第20張了 第20張的劇情是哪一個啊 我也不知道 那最近的話 我們那個一拳超的漫畫是有更新的喔 太爽了好不好 但是感覺 下一集要更新就要等著更久了 一直很想看那個流浪帝跟殭屍男隊打 因為流浪帝跟殭屍男隊打的話 感覺很有趣 但是現在就是在卡在那個 龍捲跟我們那個大久遠的妹妹畫打好不好 但是 大久遠妹妹畫的身材實在太好了 所以就讓他過吧 呵呵 就不跟他計較了 OK 這邊30的拿完了 然後 來看一下精英模式能不能駕馭的了喔 精英模式的話 這邊我只有拿到幾顆星而已 來看一下 精英模式稍微就比較難一點點了 來看一下前面有沒有打 打沒有打過的 好 都打過了喔 那就準備接受我們的制裁吧 這是什麼 黑暗物質傳源 來 欸 一個一個把你們打回家 這個我覺得目前來說應該就是 King再加上那個 再加上我們金屬騎士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然後這邊再開一下 大家說這樣好像蠻厲害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真的有打出傷害 還是其實我們的那個金屬騎士跟King 都還沒有練到一個比較高等 所以沒辦法打出太多的傷害 前面的精英關卡有感覺出來就是 這套隊伍如果真的打得好的話 應該是可以打出蠻多的傷害 這樣看得出來 你看這邊的話 我們那個瑪瑪已經快要沒有血了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就是裡面來說的話 裡面兩隻 等級最低的就是我們的金屬騎士跟King喔 所以這兩隻的話基本上應該 在練起來的話應該就會有一番那個崩位 感覺應該是蠻厲害的喔 所以這就是我們就是那個 核彈King啦 但我覺得 蠻可惜的是我之前如果真的要用這套隊伍的話 我那個沒有抽金屬騎士的專武 就蠻可惜的 不過等到我們那個二郎跟那個就是 閃光他們出現之後啊 應該就會把我們就是 金屬騎士跟King給他換掉啦 所以主要來說應該也是還好 就是一個過渡期的角色喔 那其實這樣打範圍 這其實我真的玩起來 覺得還是一波流最爽你知道嗎 因為一波流就是 全部都吃得到你的傷害 然後 就是可以打得很快那種感覺 就會很爽 那反而是這樣子慢慢一個一個打就 覺得就是有點不太過癮 那種感覺喔 好沒有問題 那因為就是對面只要受傷啊 我們那個就是金屬騎士就會給我們 就是這邊的隊員有一些效果 就是能夠讓他們打出更高的傷害 所以 大家說就是帶上金屬騎士的話 不錯的原因就是這個方面喔 就是你可以讓敵方就是受傷的時候 我們這邊自己會增加攻擊力 就能夠打出更高的一點傷害 而且這樣看起來 真的是要跟童帝說掰掰了 你知道嗎 童帝真的是很難在上場欸 真的 感覺有點可惜 因為你看殭屍男這邊搭配這個的話 其實那個氣也是一直補滿的 而且基本上我們這邊開氣 也只要開一下我們就是那個 金屬騎士跟King而已 你知道嗎 這樣整體來說就不用像我們那個 一波流到耗到太多的那個就是 太多的一個那個氣傷感覺喔 好 感覺都是麻麻在作陣喔 一堆麻麻 感覺就是麻麻的天下 那待會的話 因為中間那個就是子彈蟲他要開那個 開大招了 所以King這邊的話 劇情模式可以就是來就是 終止他們開大啦 所以還算是不錯 好 直接封鎖 然後封鎖之後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 要先把誰打死 子彈蟲真的比較麻煩啦 所以我還是比較推薦先打這個子彈蟲先打死 因為他那個大招就下去喔 真的是 會讓你那個不要不要的喔 好 來看一下 目前來說他們打我們應該都可以直接補回來啦 這套隊我真的是不夠誇張 這核心到底 到底真的是很噁心你知道嗎 一直回 你看回到一個沒有辦法 所以打巨型魔士的話 真的就很吃香喔 然後看這邊只要有格擋的話 就會就會有火 好不好 所以火也是用不完的 好 這邊來封一隻 封這隻吧 下面那隻應該可以直接被我們打死 應該是沒問題 後面直接要被我們炸死了耶 所以這套隊我真的其實還算是 蠻爽的就是了 這個可以再慢慢研究一下喔 那應該最近 應該會花一點資源 再把我們的King跟金屬騎士 再練上來一點點啦 來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撐住一下喔 目前來說我們就是那個 目前來說就是 這兩隻角色都是騎士級等這樣子喔 好 沒曉得加了他等的話 我們明天再來處理他喔 讓他先休息一會喔 那今天主要來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悅 就是我們超市這邊的話 居然是 隨機到了一個卓越的裝備 就是我們這劍克的披風 然後剛好可以讓我們金屬騎士 跟那個 就是配速這邊完全給他配起來啊 這邊加50真的是有夠爽 攻擊加那個速度的真的很爽喔 然後 不小心來說我們隊伍就是 1速的金屬騎士 2速的King 那如果大家對我們這配速 還有一些其他的建議 比如說你覺得 殭屍男可以放到幾速啊 或是深海王可以放到幾速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繼續分享給哲平知道喔 我們就是 看一下能不能讓我們這支帳號 變得再更厲害一點點 這樣感覺囉 好不好 那大家主線劇情目前來說 都推特的也都可以 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其實我們這邊的話 這個核彈流的King 好像是還蠻好玩的 看好可以放影片點個喜歡 那明天到時候 視頻中午12點個 晚上5點吧 晚上7點晚上 連結都影片讓大家看一下啦 那繼續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